杨明当年在休斯顿打球的时候住的就是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是休斯顿有名的老牌富人区 Memorial 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地方呢 斜前方那个房子 就是著名的橄榄球星Johnson的家 对我也知道你可能不知道Johnson是谁 我也不了解橄榄球 所以我也不太知道他是谁 不过他一年年薪有一千多万 这是我在网上查的 然后斜对面的另外一个房子 那边就是石油公司 这个撬牌石油的CEO的家 他连旁边这个小房子都以180多万美金的价格买下来了 所以大家就知道 我今天要带您看的这个区域 到底是一个多么好的一个区域了 那就不用说了 这就是休斯顿老牌有钱人区的 有钱人区中心区域的 跟着我的脚步走进这个豪宅看一下 这个房子它是完全的翻新的 外面漂亮的法式风格外观 然后十尺高的生铁大门打开之后 走进来你就能感觉到它金灿灿的富豪的感觉 让我把鞋摔掉 这个大的高的十尺大门呢 它就价值两万多美金 差不多就是十几万人民币这么一个价值了 这个是最好的牌子的 然后欧洲项目石墓地板走进来之后呢 就是它漂亮的高调的感觉 再往里走 再往里走就是这个好看的大客厅了 在这个memorial很多豪宅当中 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好像传统的美国富人没有那么喜欢 特别通透高调的感觉 但是呢这种传统美国豪宅 它的调高都比较高 都大概在十一二尺的这个调高 所以你进来之后会发现很宽 从来都没有压抑的感觉 然后这边呢它这个厨房呢 也是完全重新翻新过的 大倒台 橱柜 然后镶嵌式的冰箱等等 都是非常高级的 它的冰箱的所有的品牌 都是这个subzero 这个牌子到现在都已经很难订得到了 光这个冰箱就要几万美金 然后这个主人还亲自操刀设计了油烟机 它这个油烟机是专门为它定制的 里面是生铁打造的 所以这个油烟机特别的贵 一万四五千美金 就相当于十万人民币就这么一筹油烟机 所以主人对这个品质的把控 那就是杠杠的 然后呢 炉灶这种啊 这种牌子就不说了 你看都是WARF这个牌子的 这些全都做得非常的好 然后在旁边像微波炉啊 这种就是对豪宅来讲的就是so easy的一些 简单介绍了 那这个房子在整体memorial老牌富人区的这个区间当中 它又是最中心的位置 占地两万四千多尺 是它非常大的一个特点 因为通常情况下市中心的老前区有两万四千多尺的占地 价格在五百多万都很正常 但是现在这个房子爆了三百万 所以这房子可能会出的非常快哦 现在我们就跟着我的脚步到这个主卧来看一下 这个房子的主卧呢 是一个呃 就是放在一楼嘛 一般情况下像这种房子的卧室的主卧肯定都在一楼 看过去就可以看得到漂亮的泳池 这个房子有五个卧室 四个半洗手间 其实不是 是四个完整的洗手间 家里两个客人的洗手间 然后再往里走 就是它的主卧的洗手间 走进来就是这个房子的洗手间 整个洗手间都是完全重新装修的 所以呢 它用的材料都会非常的好 是法式简约风的 包括这个蛋型的浴缸 也是那种特别好拍子的浴缸 再打开这个门 就是这个房子的一个衣帽间 但是它最惊喜的一个地方就是 它这儿呢 你看本来是一个厨子 这样换过去 然后打开之后 大家现在就好像有这样一个小密室 然后我们再走进来哈 哎 走进来就是这个房子的书房了 这一点就会让我觉得很惊喜 其实有很多的这种豪宅 都有这么一个像密室一样的一个位置 那再走出来之后 就是一个会客厅 在豪宅当中 怎么能没有这种会客厅的地方呢 因为豪宅一定要讲究这个社交属性嘛 毕竟住豪宅的人非富即贵 这种社交属性对他们来讲就很重要了 在这个房子当中 特别能体现社交属性的地方 除了那个会客厅之外 主餐厅在房子大门的 这个宜进门的右手侧 也是能体现出很良好的社交属性 再往这边走呢 就是这样一个吧台 在这调个酒给客人 party的时候 还可以找一个那种调酒师 在这都是很有情调的感觉 现在就让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一楼的另外一边 从另外一边走过去之后呢 就是另外一楼的另外一个空间了 那个这个空间就是它的洗衣房什么的 是在这个位置的 我再看一下啊 这边呢就是这个房子的洗衣房 洗衣房也是比较大的 洗衣房的旁边的那个门是通到这个车库的 我们先打开之后进来看一下 这边呢是一个门 直接会通到车库走 这样走进来呢就是这个车库 然后这个车库都是做了地面的 所以它是做的很干净整洁的 三个车库并排 并且车库带着窗户 在车库这个门的鞋 前方有客人的洗手间 这个房子一共有六个洗手间 这是其中一个半个洗手间 差有四个可以洗澡的洗手间 然后还有两个不可以洗澡的洗手间 这边就是其中一个 从这边穿过来之后呢 又穿过这个楼梯 就还有后面 看得到后面还有一个小的pantry 它的有很多的细节就做的比较好 这个pantry里面的柜子 什么的做的也特别的多 然后像这种特别细致的柜子呢 就是这个房子特别加分的地方 包括它的楼梯的底下啊 这些地方也都做了这种小柜子了 全部都是定做的 而且呢包括它的所有的小把手 都是换了新的小把手 所以这细节的方方面面 都能体现出来这个房子的一些用心之处 当然了毕竟是一个豪宅 不用心怎么行呢 现在我们就去这个房子的后院看一下 刚才我有说过哈 这个房子在老前区市中心 最中心的memorial 并且它的高中呢 就是memorial high school 然后呢它的占地24000多尺 后院的院子的私密型就会比较好 院子后面虽然有银居 但是都被树遮挡起来了 并且这个泳池呢也是很有艺术感的 所以呢它整体来说就是在memorial中心当中 非常好的一个位置的豪宅 报价300万在这附近算是偏低的了 有的比它这个状态还差一点的 可能都不能报到400多万 因为这个附近的房价比较高嘛 我们说价格也都是说相对值来讲哈 也不能说是绝对值 因为300万这个价位在休顿 却实是价位比较高的 绝对值价位比较高的一种房子 现在就跟着我的脚步 让我们上二楼看一下 这个房子上二楼之后呢 二楼还有四个卧室 它的整体面积很大 有6531尺 所以呢它二楼的每一个卧室的面积 都非常的大 那这个房子的第二楼也都是地板的 我们走进来 这个房子有五个卧室六个洗手间 然后它的翻新程度比较好 养房成本呢就是一年四万两千美金 Memorial整体的这个地税不是很高 它的税率只有2% 但是由于这个房子比较贵 是300万的房价的房子 所以它的地税是四万两千多美金 那它的高中啊初中啊小学 都是老牌老前区最好的公立学校所在处 当然了这些邻居也都没有在公立小学上学 公立学校上学的人可能不太会住在这个附近 散状的很多学生可能都不会住在Memorial附近了 当然了散状也是个挺难考的学校 这个也不一定就考上的他们都住在哪里 我只说的距离离这个房子会稍微远点 所以在这个地方住的话 如果去Alti或者是Kinki 都是很方便的 就算这几个学校去不了 没考上 起码The Village肯定还是能考上吧 这个房子的具体的这种感觉就是这样子 我们觉得这个房子在附近的性价比还是很好的 对于豪宅来讲 那当然了找积极卖豪宅还有好处就是我给你把房子打扮得很漂亮 喷的香喷喷的就各个细节我们都会关注得到 然后我们有全网将近上百万的粉丝的团体的这样的一些 Social Medium社交平台社群平台 所以我们的这个视频的播放量还有宣传量还是比较好的 希望赶紧放客户卖掉他们心仪的房子 也买到他们心仪的房子 这就是我们在休斯顿住家在休斯顿做房产的一个宗旨了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今天介绍的这一套房子呢 我是休斯顿好房网的积极 我在休斯顿 等你啊 这个房子具体的信息都会写在视频的下面的描述栏里面 加微信会给我们打电话联系我们买房买房 上休斯顿好房网 我是机器 下期再见 拜拜